女魔頭 女魔頭 我是不是又闖禍了 但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真的是很擔心你 我就 嘘 怎麼了 我覺得 這次 大概是我闖禍 你闖什麼禍了 你好好待著 我出去看看 唉 阿榮 阿榮 我不會 我不會 阿榮 我不會讓別人傷害你的 我絕對不會 月珠 不會讓別人傷害你 阿榮我們救回來 阿榮 救回來了 嗯 救回來了 所以你不要擔心了 我想去看看他 可以嗎 好 來 南山主 這邊請 不用說 聞著這股血腥味 我就知道在哪兒 不准你傷害阿榮 沒事 他是大夫 脾氣差了點 走吧 有些人 他不會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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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他 他不會讓他 你 他不會讓他 他不會讓他 你 他不會讓他 师父 你 你先出去 出去 你 治好了 我怕还不赶紧把它治好 你就死了 你把衣服脱了 回万路门再说 你说什么 回万路门再说 还敢用顺行术 你当真是嫌命长了 这么着急赶回来 别以为我看不出 你是想躲你那个小徒弟 历程蓝 你连死都不怕 还怕你那徒弟 你竟会挖苦 开心吗 开心 非常开心 脱衣服 好 司马荣对历程蓝没有恨疑 可是我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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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跑了 怎么让他跑了 我们计划周响 也没有被人追踪 一切都在计划里 没有出过错 怎么会让他跑了 早说过 不要约在灵庭山 那地方很邪门呢 当初也没说不要去灵庭山呀 现在司马戎跑了你才说 马后炮 好了好了 别吵了 阿妩 司马戎跑了 你怎么一点也不生气啊 因为是我把他放跑的呀 我跟小美人做了个买卖 什么买卖 他去万路门给我当内奸 我们俩一起联手干掉黎晨岚 等我当了万路门门主 他就是我的了 厉晨岚走了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惹厉晨岚生气了 但我觉得真诚的沟通 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 沟通什么呀 人都走了 那我们就去找他呀 我觉得 他这次一定是真的生气了 不然 他以前怎么样 都会先来跟你道别 来看你一眼的 你怎么知道 我为什么不知道 他每次都是这样做的呀 他到底为什么会生气啊 我跟江湖达成协议 让他把司马荣放了 我给他提供万路门的消息 你你你 这话让厉晨岚听到了 你这么明目张胆地背叛他 你都让他听到了 完了 完了 女魔头 我觉得你要不要去跟他解释一下呀 解释什么 去跟他解释一下 别让他误会你呀 我陆昭瑶从来不爱跟人解释 他人凭说风波 我就制造风波 那是因为你之前很厉害 可现在厉晨岚比较厉害啊 你 你 你之前打不过厉晨岚的时候 你也会跟人家说什么 小女子甘拜下风 现在倒嘴硬 既然你这么会解释 反正咱俩长得一样 你去跟他解释 我 我又没得罪他 我怎么跟他解释 我以为胆肥了多少呢 原来只是敢在我面前哼啊 看来我平时对你太好了 莫头 你这么抗拒 是不是因为你不知道怎么跟人真诚的解释啊 原来你会勾引人会演戏 就不知道怎么跟人真诚的解释 我是不知道 因为我从来不需要 人跟人之间 怎么可能不产生误会呢 有误会就要解释啊 难道你被人误会的时候 就从来不解释吗 我从来不会被冤枉 有冤枉 我只要坐实 就不觉得冤枉了